嗨,大家好,我是飞飞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我们今天主要去讲讲关于手机挖矿内的一些项目 那么他们现在的一个进展 那我们知道手机挖矿内的项目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我今天主要去给他讲的是说 大概的这四款,可能有的人就没有讲到位 主要我们就说,来去过一遍 看一下现在这些手机挖矿内的项目他们做了一些事情 那首先我们再去看一下就上一次争议比较大的 就是说这个雅典娜网络,Affini Network 那这个网络里面呢,其实它存在的争议比较大 就是说,它里面可以去让大家去充钱 而且充钱的这个可能性就是说,让你的挖矿数率比较高 所以呢,它也就支撑出了一些不公平性 那当然这里面呢,有的人去参与就说,哎,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好的 能够去前期的时候会获得非常多的一个收益 那当然这个收益啊,其实现在是没有办法去变形 大家也不知道说这个收益到底是如何 以后能不能上组网 那么以后能不能上交易所 这个还得去打很大的一个问号 因为我们手机挖矿端的这些用户来讲的话 在这个整个区块链当中是属于最底端的 虽然说我们这个最底端的也是非常瞧不起那些在币圈里面的人 但是呢,确确实实来讲,我们是最底端的 那怎么来说呢 比如说在区块链圈里面做一级市场了 是吧,做完一级市场还做二级市场 做完二级市场之后里面还要做专门撸毛的 那撸毛的这段就和我们比较相近 那么那些撸毛呢,他们都比我们手机挖矿段的高端很多 因为他们要做交互,交互的过程当中 人家做的一个交互的燃油费其实都是比较多的 而且有的呢,他还需要非常多的一个技术 或者非常多的一个研究 才能对于这个空头拿到 才能去撸到这个毛 而我们手机挖矿段呢 就是大家比较傻瓜式的 点点闪电啊 点点这个,点点那个 什么都是非常傻瓜的 就去撸到这个毛 而且这种呢 如果说真的成功之后 我们还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个收益的 其实目前大家呢可以看到有获得这种撸毛成功了 就是我们通过手机去免费零度摆票去成功呢 还是不少的是吧 像以前的密封币 那像后面的这个ICEB 那像这个,呃,撒托席啊 这个,这个撒托席还是指的是那个中文充币 是吧 那这些都是真实的上了交易所 让大家去看到了真金白亿了 那现在这个,呃,ICE代币呢 他也在去和Bitget进行这个交易市场上面上市 也有一些空头 那好,刚才讲了比较多 已经讲片了好 那讲到这个Iffini Network 他其实就说啊 前期里面他讲说,呃,我们可以去进行了充值这个 他的一个盾牌啊 充值他盾牌之后就是进行奖励啊 那么比如说你的铜牌 那么银牌还有什么牌是吧 那你就可以挖矿的数率会比别人高的很多 那现在他又变了一个花样 就说,哎呦,可以去买这个呃,代币了 比如说买他们的磨硬币 还有就是说啊 可以在他们的这个P2P市场里面进行交易了 进行充值啊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X频道上面的更新的频率还是蛮高的 就说啊 最近的一次更新是在3月27日了 那他这上面去讲的说是充钱的这个呢 我是不太去认可这种做法 当然如果说你觉得他你非常非常看好 你又做认证的一个研究 你觉得啊 确实充钱对你来讲是完全可以承受了 并且的话啊 以后获得了一个收益来讲 你也是愿意去赌一把的话啊 那你可以完全去这样做 但是你一定要做好你自己的一个调查啊 自己是否愿意去这样做 因为我的个人意见来讲的话 我个人的一个做法 我是没有进行充钱的 并且的话那些相信我的一些队友呢 那么他们去问到我之后呢 我都说我是怎么样做的 那么如果说你们确实是信任我了 你们要去点点就点点 那中途去浪负的时间 或者中途你们实在要充钱 那造成的损失 我是没有办法去给你承受的啊 也是没有办法就给你承担的 那么好 他现在讲了这个更加多 那是关于一级市场的一个交易 你可以看到在2月27日的时候连续发了三则 都是关于他一级市场的 也就是说他挣钱的 就说人们把钱冲到他这个APP里面去的 那这个呢 就相对于讲要比较谨慎了 这是我个人的看点啊 那好 第二个就是关于Pine Network Pine Network就不用说了 我每天都在去跟他讲 因为这是我的所有手机挖矿端最看好的一个项目 那当然在这里啊 有很多的一个派先锋就会问我 他说你既然最看好派B 那为什么你又 在专门去讲一些节目的时候 会对派一点都不客气 或者说对于派来讲 还有点刻薄呢 其实整体而言的话 对于派来讲 我花的心思比较多的 我对他刻薄是对于他短期的 对于他现在所看见的一些事物的一个 做事风格来讲 他确实做的不太理想 或者不太如我们社区里面的意愿 但是如果说你从战略的角度去考量 或者从长远的角度去考量的话 那么派B呢 他是比其他的任何手机挖矿端 都是做的比较细致的 也是做的比较好的 那么他的项目方 虽然说脱势脱了一点 虽然说是模仁了一点 但是他在做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做的慢啊 比其他都都慢 但是呢 他做了东西呢 我觉得还是在未来的过程当中 他是有一定的创新之处的啊 并且他也是手机挖矿端的开创者嘛 所以他毕竟手机挖矿端他是龙头 那么在投资他的时候 或者说在进行他的一个参与交互过程当中呢 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那么从短期来讲的话 我不是特别认可他们的一个做法 但是长期来讲的话 我认为他是所有的手机挖矿端项目 最具有权力的之一 那好 接下来是关于这个 这个水牛币 水牛币其实我也是跟大家推过一期 水牛币后面我没这么推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水牛币这一点呢 他里面有的东西做了有点漏洞 那这个漏洞呢 项目方这边他是没有给出大家的一个准确的一个说法 那么他比如说他在最初的时候送给大家的这个 冰币 冰币代币呢 我们拿了之后可以去质押 那么质押完这个获得这个 啊 bofb 是吧能够去拿了这个水牛币 但是呢他后续的时候无缘无故的会把这个 啊 冰币给撤掉啊 而且这个冰币撤掉是我们在我们的钱包里面已经有了他就把我们 钱包里面的冰币给抽掉而且没有说明是任何的条件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认为这个项目方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太过于中心化而且没有得到这个 呃 冰了之后别人拿了之后你后面也把它给抽回去那这算什么意思是吧 所以说这个水牛币呢我现在的看法就是说如果说大家顺便 点的时候可以点点但是你要说他 有多大的一个潜力或者说 怎么讲啊 他这个潜力不好说他他 这个项目方的做事风格来讲的话 我是不是特别看得懂的啊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去讲他啊 可以把它归结为是一个比较中心化的这一点来讲吗 那这里面我只能说是他在他所说的是在 第三个季度也就是6月份之后呢可能会去进行 上二级交易市场那二级交易市场之后我们就所挖到的这个代币呢就可以进行销售 那所以从我这点来讲的话那我给不了多久的时间让我们去等待所以说我还是继续去点点吧 然后 接下来给大家讲的是也是一个老牌的像这个Alpha Network Alpha Network呢其实他也是一直停止不前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在x平台上面去更新的频率也不是特别高 像前面的小块水牛啊像这个派币啊像这个 阿菲尼啊他都没有他们的更新频率高 但是他里面呢 做事的这个风格来讲哈 我认为他其实是有点去仿造派的 就是说他看见派如果没有进行开放的组网呢应该也不会去 公开性的组网 那么他现在的这个在手机挖矿端也有一定的一个弊端他这些弊端呢 是属于是想去等待的一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他的这个矿池的回滚 人们在挖矿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他是越挖越少他有个 实时的一个在 线上啊比如说我们在手机端挖了之后他实时的在这里有一个限制 啊 还有多少煤还有多少煤 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在一年前吗两年前的时候我们看就 就应该是要挖完了但是他说挖一步那么退两步就说挖一个币出来后面矿池有多两枚 币出来其实按照这种频率讲的话他不应该会出现这种状况 应该是越挖越少他确实越挖越多 而且 可能就说如果说派币进行公开性的组网他可能两下就挖完了如果说派币没有进行公开性组网他可能挖的 时间还会更久我认为他是看待 派去做事的如果派成功了那么他会跟着成功 因为很多项目的其实都是看着派未来他成功之后让他的代码开完之后拿他的代码去用一用的 因为 大家都是走了一个同一条路吗 那好 这样就是关于 AlphaNetwork AlphaNetwork 我认为的是也是一样的 他 里面出现了就是说项目方这边虽然说没有给社区里面照来 太大的一个伤害但是他的一个不透明性依然是存在的 他所给出了大家本来是想给一个透明度 结果呢这个透明度给搞砸了 让这个透明度反而把它给出卖掉 因为他给出了这个时间限制 比如说他上面的币量限制呢 就是说 让大家知道他还有多少币可以挖吗 结果呢这个币是越挖越多反而让他打脸了 那行这是关于这个AlphaNetwork 那么再去讲这个 Satoshi 这个里面呢他是讲的是中文充币吧 在中文区大家愿意去讲他是中文本充币 中文充币啊这几天他有一个利好 他这个利好是关于 可以去上这个 OEX这个代币 OEX代表是OpenEX的一个代币 他是属于中文充 这个手机挖矿端上面的一个空头项目 那这个空头项目里面呢就是说 他是在2023年的4月13日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空头的代币把它给提出来 那他这里面是24小时点一次 或者说他把它挖满之后可以点一次 这个当然 这里面他准确来讲不是24小点子 就随时都可以点 只要挖出来之后 你可以点 点了之后就存在你的 这个 中文充的一个应用程序里面去 中文充应用程序看起来就是一个空头了 我们每天去点一下就可以领的这个空头 那这里呢他就是更新了 在4个小时之前更新了一次 就说 我们现在这个 OEX可以去成功领取 看能够去领了多少个 其实这个过程我也是在一直参与的 但是我参与的过程当中 我是随心而 去点的 就是在点派币的时候去点点 我里面大概有4000多个 OEX代币 不知道到时候提出来是多少钱 也不知道说到时候 他能不能提出来 这个还打很大的一个文号 那行这里面呢我们首先 看到了这几款代币当中 我雕远了这几款代币 就是说 其实都是 和派是没有办法去比的 那现在成功了一款 就是说这个 中文充的代币 中文充代币本身代币呢是已经成功 他是已经上的这个RD交易市场 那像OK里面看到他一个价格 就是从刚开始的时候 一个价格比较高 那么到现在的话 他是跌了很多倍了 所以说 像这种手机挖挖带的项目呢 有的时候他可能 一上线的时候上线及时巅峰 后续的话可能就会跌跌不休 让自己很难爬起来 那这么多的一个手机挖挖队项目 我依然是比较看好派币的 那只是说派币呢 确实拖了我们比较久的时间 那么同样呢 在社区当中也 饱受分散大了一个争议 但 时间也是过了这么久的时间 在2020年呢 很大的可能就是说 项目方 想的是说让2020年给出大家一个结果 那这呢在我们目前所推出的这个 进度来讲的话 是显而是 比较难的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给自己一个信心 还是要给项目方一个展示的机会吧 万一他成功了呢 那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以上分享几个人的内容 我个人观点和我个人的看法 那并且这些手机挖挖挖队项目呢 其实大多数都是比较垃圾的 那目前来讲的话 手机挖挖断的龙头老大 依然是Penit Work 那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